上诉庭三思今天批准麻坡国会议员塞沙迪暂时取回护照 以前往新加坡和台湾 塞沙迪必须在6月18号或之前归还护照 除了批准暂时取回护照 法庭也批准了塞沙迪的代表律师拿督郑保德的要求 向移民局总监发出信函 允准塞沙迪出国 塞沙迪日前入禀法庭申请 要求暂时取回护照 到新加坡参与朋友女儿的婚礼 并在6月10号到15号期间 应台北驻马经济文化办事处的邀请 代表我国访问台湾 去年11月9号 吉隆坡高庭裁定塞沙迪四项串谋失信 滥用资金和洗黑钱罪名成立 入狱七年 鞭持两下 以及罚款1000万令吉 案件目前上诉中 撒毛 十四条 移民 红额 剖戴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